你好,今天是2023年11月28日 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 第一个就是关于利息 利息现在最新造一个月的利息去到五厘五三 是创了16年的新高 很多人说利息已经建了顶 美国很快会减息 香港就会跟着 年初有些朋友说 香港已经找到一个方法 美国加利息 香港是不会加 不需要加 今年年初 美国利息和香港利息的差距有两厘半 我其实年初拍过一个视频已经说 我说香港的利息是没有可能和美国利息相差那么多 始终都会拉近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叫做 套等的情形出现 就是说会 沽港币去全美金 赚取息差 因为香港和美国有一个联系匯率 那联系匯率呢 其实就是 港币就是美金的稳定币 香港换了是一对7.8 那它只不过 那个上下的幅度 是有一个上下限 那知道整个做 你沽港币 买美金 赚的息差 其实 知道那个风险在哪里 那如果大家都是觉得联系匯率 不会拆的时候 如果去做这个动作 其实基本是 那个赚率是很高的 那在年初我记得 很多银行是推出一些叫做 结构性的产品 是将放大 就是 你存钱下去银行 接着就沽港币 就是去买美金 这个是可以放大杠杆 那时候是最高可以做到十几厘 那我说这个其实是一个 就是如果你计定一个风险 系数 就是你觉得你输的额 是可以输得起的 这个其实回报是不错 年初拍过 那有些人就质疑 就说不是 因为 港币的利息 因为是这样的时候 港币就可以 跟你的利息是有一个差距 我就 存在一个反对的意见 就说 两个一定会是拉近 那是时间问题 那最终呢 现在呢 就开始去追贴了 那其实有时呢 到去这么多年呢 试过呢 港币的利息呢 试过比 美金还要高 即是高额 比美金还要高 那就算美国明年减息 即假设 最好的环境 最好的假设 美国减息 香港会不会跟减呢 未必 因为香港的利息是滞后得很厉害的 那 现在 大家同情 美国减息 香港的P会减啊 Hyper会减啊 未必 有机会 可能是 会维持 或者有机会追加都不定 那市场 那市场不是 你一厢情愿 即是 因为你在香港 因为你持有了物业 因为你持有了香港 港币的资产 而去希望 那个市场是跟你这样走 我常常相信一个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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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趋势 或者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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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态 形态是向了 創新高的时候 就是創新高 年中 即是 我已经持相反意见 我就说 利息 不是见顶的势头 因为看到 很多 市况都是这样 那个势 尤其是是冲顶 就是 破了个顶 回落之后 再上 穿 向上的势 是穿上一个顶 如果一撞撞穿的时候 又是会走 10 20% 所以我现在都是坚持 美国的利息 未必会见顶 因为势头一再上回去的时候 就是会冲多一阵 这个大家是 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 就觉得 那个市场 承受不了 但是 那个市场 告诉你 大家以为都承受不了的东西 已经接近一年了 那我也是奉劝 用成那一句 存在就是合理 不要去挑战一些存在的东西 香港的楼市 也是跌势 已经是成型了 已经是由高位 到现在 跌超过两成 如果 第一件事 要去定义一件事 我记得 应该三个月之前 拍过一条视频 不是拍过一条视频 是上过一个网台的节目 跟另外一位 看好楼市的朋友 一起上 那我就说 要去谈 楼市的问题 第一件事 要去定义 什么叫做熊市 什么叫做调整 要去回回头 去想一些定义上的问题 调整是什么呢 即是说 我回了下去之后 我好快 或者是中期 我会破了个顶 那这一个呢 是一个叫做调整 我们叫做correction 那转势就是什么呢 我去高位里面 跌了多少个百分比 我才认定是熊市 大家要去想清楚这件事 坊间有些人 在股票市场 会说 由高位跌了两成是熊市 有些这样的定义 没问题 有些定义为两成半 有些定义为三成 没问题 大家要去想清楚这个定义 那我自己的定义 就是最简单 就是一浪升于一浪的 就是叫做牛市 那它在牛市里面 调整的幅度 比上一个浪顶为高的 那就是叫做correction 当跌穿之前的浪顶 和再破之前的浪底 就是调整的浪底 比如现在这次这样 190跌到170 反弹了一点 再跌穿170 跌穿之前的浪底170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熊市 那现在它跌到150 譬如再反弹了一点 15多 再转头又跌到15多的时候 其实就看到一浪低于一浪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定义熊市 那上年年尾我已经看到它跌穿的长期上升轨 所以我已经觉得是一个叫熊市的来立 那大家会觉得 不是很信这个技术分析 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无知 或者很无稽的东西 就是将一些股票市场用的方法套用去流市 那我拍过很多条片 我都说不可以这样想 图表就是图表 图表出现了的东西 只不过是大家人心目中 那么多人参与一个结果来的 我们要去尊重图表 不可以走去搬龙门 这一处不算 那一处 那你要去定义回所有东西 那如果利息再上升 就是现在看到 Hyper再上升 对那楼市一定不会好的 那我想那个P呢 就是如果维持 就是现在那个Hyper 维持高位一段时间 5厘多的时候呢 那个P去加呢 我想就会很快 银行很快 也会受不了 这个是第一个想说 第二个想说 就是关于TVB 将五条频道呢 就缩为四条 将J2呢 和新闻台呢 就拼了一个叫TVB Plus 那自己有安装TV Super 那我都有看这些看台 那大部分看的时间呢 都是看TVB 那J2有没有看呢 都有的 那个新闻财经台都有看 但是看得到 其实J2的定位 就是说年轻人 年轻人就很有趣 年轻人问10个呢 穿了9个半呢 都是不会看电视的 看电视呢 都是因为老爸老母 吃饭的时候呢 开电视 你是局看的而已 大部分时间 他们会有自己的频道 有频道 会去看 那J2其实都是 给一些 觉得大台里面 他不合看的人 走去转过去 有些声音 所以你看到 他的收视率是一点多 就是这样的原因 第二个呢 就是新闻台呢 因为现在新闻的资讯呢 是非常之泛滥 TVB 新闻台主打的就是港股 港股在这两年 腰斩了 由三万点 跌到现在 只有万七点的时候 那些人看见股票 其实呢 港股是没有那个劲 大部分从事 参与股票投资那些呢 都会转了去做美股 因为现在去买美股 是这么方便的时候 美股还是一个上升轨 人就是很可爱的 就是他们是上升的时候 他们会去买 那他们是不会 或者是不擅长去做沽空 就是香港股票 如果是三万点开始沽空的时候 你就会赚福了 那到今时今日 现在有香港股票 有波幅 没有升幅 在低位还行的 懂得去玩的 用其权去赚 这些幅度 亦都有人去玩 但是 香港的投资者 没有专业得过他这么厉害 或者是 对沽空他们 是有一些 忌諱 这样的时候 根本对这个市场 就没兴趣 没兴趣的时候 然后收拾又怎么会高呢 就是你的新闻 现在在说 是每一分钟 每一秒 每个人拿着手机 其实都是记者 跟以前不一样 另外第二 就是每一个人 现在很多人 都拥有一个叫做频道 以前就没有 那个渠道 是让你去发布 你自己的观感 发布你自己的东西 今时今日 好像我这样 我拥有自己的频道 接近就来有一万个追踪 每一天 看的人 都有二千多人 都挺稳定 这样的时候 其实 他每一天都肯 花二十分钟 在你身上 其实 我觉得 是叫做 挺 不错的一个 平台 因为 说老实话 那 要一个人 去花时间 哪怕 他是十分钟 十五分钟 去听你说话 其实 你是和他 有点 是在洗着他老 即是 你不断 重复 重复 又重复 他说一样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洗着他老 好 坦白说 你和亲人 哪怕 你是你的伴侣 或者是你的 爸爸妈妈 子女 有没有可能 是你会 細心去听他 十五至二十分钟 说话 不会 如果你肯花时间 去听某一个台 十五至二十分钟 其实 已经的影响力 是不小 我自己都会花些时间 我会听 有些含金量高的人 我会花时间去听 我会听足 比如 蔡金强 我会四十多分钟 我会听完 因为他是说到 整个 的影响 是其他人 不会说到 给人听 现在的市场 究竟发生着 因为他是在行内 我想 有部分人 去听我的频道 都不是因为 我的样貌 或者是说得很精彩 不是 因为第一件事 现在到今时今日 我已经连样都不出 只是出声 第二 我说 也没有什么煽动 不会说到 好像那些 保险经纪去做激励 Motivation 那些 又不会 不分不火 去说的时候 你都愿意去听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有些期望 是得到一些市场的信息 市场的信息 不是那么多人 我再三强调 我不是说 包掌自己 我认识哪个人 我可以拿到什么信息 而是 我是真的那么幸运 我认识到 身边有那么多不同的朋友 从事那么多不同的行业 我是很虚心去请教他们 现在这个行业 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很开心地 我拥有这些信息 那么我也都愿意把这些信息 是去分享给大家听 因为有些人是得到信息 就自己收拾埋埋 不会走去说 那么我作为一个 紫微斗塑 一个太阳人 那就是喜欢公开 喜欢去分享 那这个是一个太阳人的性格 那我就分享 那希望这些资讯呢 是帮到你 那我觉得部分有些人 都是希望听到这些东西 也都有部分人 我觉得会是 有些想在这个节目里面 是看到有些啟發 因为很多人想事情 是被传媒带走 或者是被传统的教育 就带走 他们那个思考 有一个模式 就被一个框框框死了 那我说 我个人比较反叛 和是很喜欢问问题 每一样东西 我都抱一个怀疑的态度 这样东西 就是传媒说而已 会不会是真的呢 是不是可以有些破解的方法 他这里是不是有些漏洞 有些问题呢 那我希望是 给多一个角度去思考 就是我强调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 所有行为 投资决定去负责 每一个人的环境不同 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 那个结构不同 所以你问我 那些 投资问题 我好不好买楼 怎样去做呢 我不去说 因为你们是 自己是一个个人 是一个成年人 你是应该去自己去做决定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看法 你去不去做决定呢 就是你自己的事 你要为你自己的投资去做决定 我也是说一句 我叫你去死 你是不是去死 我叫你给了钱 你就给了钱 坊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骗案出现呢 就是说 你相信了神 你喜欢 选择摩西 摩西就是喜欢 去牧羊人 他带你去哪 就去哪 要去做神 要去做权威 其实不难 而我走出来 我去 他一万个订阅 要跟那个比率 1% 2% 做铁粉 不难的 就是100到200人 一二百人 要在他身上去 找钱 有多难 就是以前 有些人是 做些群组 买些 标 带了个标 又怎样转运 又怎样 买到一万多二万元 都会有人相信 那就证明 世界上 就是他当成为 做粉丝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 那这个就是 在讲 教育的问题 那最近 有很多 小朋友 是 轻生 那其实 就是教育 出现了一个问题 很着重 死背 背死书 那背死书 也不是 只是学校想要 其实就是家长想要 家长觉得 一个小朋友 三岁的小朋友 A for apple B for boy C for cat 已经是不够了 接着就去了 A for astronaut B for barbarian C for 忘记了什么 他都觉得不行 现在要A for AI B for Bitcoin C for cloud 要是去到这么深的 那其实 你是推着小朋友 去一个绝路 因为我曾经有个亲戚 的女儿 差不多是有抑郁症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是很罪过 幼稚园去见小学 叫了很多家 不收 他觉得自己是有问题 辜负了 那个爸爸妈妈的努力 花了那么多功夫 去栽培他 给了那么多兴趣 班 琴他书画 什么都有 但是他答不了问题 他觉得很内疚 令到他有压力 那么我没可能一个小朋友 幼稚园毕业 他那个Bio 即是他那个 学历 理历 经历的东西 他本书是厚过我的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是没可能的 第二 也都见过有些小朋友 上学是 赖了 即是未去上学 是赖了 是怕得赖了 也都是不敢上学 走去磨牙 也都有 是压力大到这样 即是他觉得这一间 是心仪的小学 就算是难度高些 都无所谓 即是二年班小学 上学期 又要读二年班下学期的东西 下学期又要读三年班上学期的东西 是比早半级 一样东西 希望是赢在起跑 那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马拉松的赛事 你用短跑 断断去放 是不可能的 那就会令到小朋友 活得很辛苦 很多家长 美其名就是为了一个小朋友好 但是做的东西都是令到他不开心 自己说出来好像很认真 我去选给个儿子读书 两个字而已 近 留下 屋邨幼稚园没问题 留下屋邨小学没问题 留下屋邨的中学没问题 最重要是近 他多些时间休息 还有 是给他多些空间 让他自己自由发挥 不要逼他多 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一幅画 漂亮不漂亮呢 不是每一道都要填上颜色 各种东西那么丰富 你是要留下一些白给他 去 给他去有个空间 那你想一幅画 一看到就会画的 最简单 在幅画上写个画字就可以了 一看到就有个画 那是不是好看呢 不要看 因为 于其是这样 不如留下一些空间 给他自己去做 坦白说 那条命是他 他要自己去经历 去探索 他那个高高低低 你打算去支配他 你要去他做医生 做律师 做投行 做什么 如果他那个性格 一生出来 不是这一样的人 那你怎样可以 要求他做那样东西呢 一个不善辞令的人 你强行推他去前面 去做 没有可能 那我之前都说过一个 叫做NASA 有一个叫做 technical readiness level 叫做技术准备的程度 是判断那个项目成不成熟 那他就分开九级 第一级就是研发的阶段 去到最后的第九级呢 是推出市场的阶段 去分开这些叫做创新 和应用 那人有两大类人 有一种人呢 是很适合创新 很适合创新的人呢 其实是发明的人 其实他们是很不怕失败 就是说爱迪生一千次 做了999次都是不成功 那他不会觉得那些是不成功 他觉得这些不成功是铺垫他之后成功的一个踏脱石 那他是不怕失败 他们是肯去没有风险 那另外有些人呢 就是很实际 就是好像很现实 就是我是做金融的 我是不容许有风险 或者是容许那些风险呢 是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 那这个呢 是很现实的事情 因为金融你是掌握着别人的钱 别人是对你的信任 你不可以没得这么高风险 除非说你已经跟别人说了 那个风险是会在这里输 是输到什么银马 这个是自己的责任 那时候呢 这些人呢 是很怕面对错 那是两类不同的人 你强行将一个是金融的人士 摆了下去做科研 或者是将科研的人 摆了下去一个现实 是怕犯错的的时候 那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错配 人才的错配 那所以第一件事 你要界定你自己的小朋友 究竟是什么人呢 那我自己 也都连界定都不界定 由得他自己去发现 还有第二 是要肯让他犯错 在读书 其实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在香港 因为说的是固定答案 说的是一个扣分制度 marking scheme就是100分 答错的就是扣分 所以就不鼓励你犯错 那么那个marking system 是这样 游戏规则是这样 就是鼓励整个人 就是要去背 一些modal answer 那在外国可能不是了 反过来 我们是鼓励创作的时候 就是看那个人 怎样去将他 有创意的去加分 是两个不同的制度 那我觉得是一个游戏 读书 为什么说是这么容易 就是说你在一张桌里面 放了一些固定答案 你背好了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分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面 每一天去面对 要做很多不同的决定 或者你是需要一段时间 去习惯了一个崗位 你去做出决定 那这个是不简单 那譬如我最近去参与旅行 那我经常发觉 到游每一天要做出的决定 比我们多 那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职业 就是如果你给我做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因为你经常要去做决定 还有要面对这么多的人际关系 一团二十多人 每一人个人有不同的思想 要令到他们妥妥贴贴 没有投诉 开开心心 是的 然后天气路线 整天出现的场景 是要你去做决定 人是很怕去做决定 那为什么刚才说 那么多摩西出现 就是说 你 人是想将自己的选择权 交给别人 令到自己轻松松 为什么自己这么喜欢去参加旅行团 放假的时候 不是自由行 因为自由行 我是想放假 如果我还要去找一些路线去探索的时候 其实就很辛苦 又要去决定去哪里吃饭 又要去决定去哪里玩 即是你没有可能一两三天 全部困在酒店那里 都不动 困得多又说会闷 又要出去玩 玩又要去 待会又要订车租车 又要去找景点 是很辛苦 反过来 你把决定权给了导游 就由他去带 你投入去玩 风景漂亮就多拍几张照 那些东西好不好吃 都是一种过程 香港有很多人是投诉怪来的 即是小小东西不好吃 又在那里吵圈巴闭 不合他口味又吵圈巴闭 那你给了多少钱才可以的 给小小钱又要皇帝的享受 这些就是香港人 即是香港人特别多 三个概括了 宿骨算爆老买土 我经常都说 香港的客人是最难服事的 给小钱又要求高 当自己是皇帝 动一点就投诉 那这个是香港人的通病 有部分人只不过自视 香港人是一个优秀民族 优秀的城市的人 即是自己自说自话 有时我都会身为香港人 会觉得 丑怪 那么喜欢投诉 那么多怨言 我都觉得是 引以为监 还有香港是 这件事是因为是一个 住得太密 太一窝蜂了 还有之前过去那二十多年 由商台开始 茶杯里的风波 鼓励了投诉文化之后 就变成一百 不可收拾 那所以 为什么那些学童 那么多自杀的东西 就是因为 他做不到 达到你那个 家长的目标 令到他是出现了 情绪病 那这个 其实 那个源头 其实大部分 在家长里面 并非在学校 并非在社会 那 就是家长 要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 有什么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